观众卡夫问,如何看待国泰293? 293,但戏机器是怎样的 星期五开始就放宽到3加4 还有我和朋友谈到有一个憧憬 如果两个月真的没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大幅飙升 会不会再放宽到全面家居隔离 会不会对国泰未来都有带动 你怎样看? 这样说,股价走势也反映了 其实国泰是挺利好这些消息 我想两件事 我首先选航空股一定是选国泰 我不会选内地航空股 明显内地航空股完全不跟着你炒 国泰,你看到近期的走势是OK的 还有你看看今天份业绩 他今天出业绩,293 究竟油价对冲那里 究竟他能不能赚钱? 因为你知道他之前炒友经常输钱 但近期还可以,炒友赢了钱 所以你看看他接下来炒友的情况 究竟能不能赚钱? 我觉得你可以先等待 反正都升了这么多 已经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看图真的不差 一步一步上去,像飞机般慢慢起飞 但既然你看到他去到某些顶时 他真的会阴下来的话 你不如等来买 你说有没有机会下来 不要说八元楼下 八元边的位置才买 我想直播率就会高一点 五十天线 五十天线就八个二了的位置 即是你觉得最差的情况已经过了 我想过了 未必会大幅向下 反而反过来 你想想现在的股价 是价格了多少的复苏、复寒 或者3加4、0加7 那些消息